中餐厅淘汰的他,天天向上也被忽视,王涵态度很心寒 前段时间中餐厅的热播,有几个人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 首先肯定就是霸道总裁的黄晓明吧 尤其是高天鹤,在大热天一个人把冰箱背回餐厅 但是被设置组无情的忽视 原来王一博和高天鹤都是天天兄弟的新人 但是全场中高天鹤仍然中餐厅一样仍然是处在隐身状态 甚至偶尔说出的几句话都会被那些老大哥们给忽视掉 可以说十分的让人感到难过了 尤其是资格最老的王涵也无情的忽视高天鹤 这就让他十分的难受了 这个态度也让粉丝心寒 也让不少网友在调侃说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不过还是希望高天鹤能够努力的表现自己 让网友和粉丝们看到他的另一面吧